好 投資比財好運是 解決生活的大小事 今天表現到你 現在才知道 大家好 我是萬事通修姐 憲哥今天咱們要知道什麼事 好 今天是我們現在才知道 全能智慧網的選拔大賽 哇 我們今天來很多都是 五年的盟主 今天要再拼第一名出來 所以今天能夠來參加的不得了 都是各個品項當中的佼佼的 今天邀請到家室訓練講師陳安琪 兼具美貌與智慧的 專業營養師宋明華 以及料理界第一把膠椅陳妍希 另外還有三位品身生活達人 今天將要一絕高尚 首先我們歡迎到的第一位 就是我們的家室王曾鏘開 大家好 菁姐的收納那麼厲害 整理家務那麼厲害 我相信一個成功的男人 背後一定要有一個 像我這麼能幹的女人 我相信今天我一定是第一了 剛剛那一段 怎麼有看到昌明哥的影子 因為我是他老婆啊 對 真的 好 接下來我們歡迎到的第二位呢 是我們的健康王NO教授 好... 麻吃麻不行 色吃不凌麻 色不熊麻 我就是超級健康王 來自欣欣的妳的NO教授 許聖醫 好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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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起來就像了啦 不像... 要遮起來 我是來自慧欣的妳的寶貝的 這樣可以... 慧欣比較大可以 對... 最後一位呢 我們要歡迎到的呢 是我們的超級廚房邱小瑋 不是 品味的精神就在我這一雙 萬能的手 妍欣老師附身的萬能雙手 再加上我是個賢妻良母 所以沒有我南部島的料理 OK 等一下 是當媽媽之後都會比較敢講 是不是 還敢講妍欣老師的上... 上午的方式 到等一下我現在就是先跟她講一下 等一下就會投給我啊 是不是 先建立一下關係 好 確實今天我們三位 不管是料理王什麼家事王 健康王 都是在這很多回合裡面拼出來的 沒錯 所以今天到底誰才會是我們 第一屆的全能智慧王呢 今天我們總共有三大關考 要來考考各位囉 要通過各個考驗 最後呢 積分最高的優勝者啊 就可以獲得我們燕熙老師的 五星級料理 大家好 好 馬上呢 首先要進行我們的第一關 我們到底要考驗什麼呢 萬事東小姐 智慧王的爭奪戰 第一關呢 我們就要來考什麼 就跟考家事有關 那跟架式有關的衛冕者 當然就是呢 我們的犀利人 借我們的亞蘭姐囉 我們來看看亞蘭姐呢 之前在本節目的優異表現片段 一分鐘換備套 加油... 這樣就好了 沒有小心之後最後的收尾 對啊 沒有啦 要騙嘛 最容易生鏽的就是鐵窗 輕輕的刷 不要太用力 然後直接把它擦掉 哇 有沒有北向下 好厲害喔 見證奇蹟的時刻 沒錯 好 第一關呢 大家三位選手都已經就位囉 有人想要叫自然車先落跑的嗎 有...我剛剛已經打電話了 對 真的 我幫那個亞蘭小姐 對 對 看妳準備的東西 我都知道妳要表演什麼了 對不對 什麼 什麼 就是可能清髒汙的東西啊 對不對 確定嗎 真的啦 不是的話 騎的車要變妳喔 變妳頭喔 就是看絲畫透在那個衣架裡面 然後在那邊用那個 沒那麼簡單喔 沒那麼簡單 對 好 那我們就先從小尾開始 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你知道平常在家裡啊 衣架 我怎麼忽然講話變得好快喔 是 然後衣架收納有多麻煩 你這樣弄在這邊 有時候卡卡的拿 又不好拿 因為我今天要教大家就是衣架收禮 然後還有夾子 夾子收禮的好方法 夾子 夾子不就一盆丟在那裡就好了嗎 對啊 可是這樣不好看啊 就不好看 這樣就看就對了 那麼教授說 對 有人家裡先檢查 我看妳家夾子怎麼辦 對 就是方便 好 所以要怎麼放 就把用過的這個麵籽盒 對 然後就是這樣子 夾子相當方便就這樣套進去 對 套到一架裡 對 就這樣子 對 就那麼簡單 但是呢 你不要小看它 結束了嗎 那我們可以勾在它嗎 剛剛是誰 這麼大聲 這有什麼好A的 對 你不要看它那麼簡單 可是它卻相當方便 因為你這樣弄上去之後 你是不是一個一個就很好拿了 對 就不用卡啦 然後這個呢 夾子這樣放在裡面 夾子很多 然後就開始 你們幫它來幹嘛啊 然後要拿的時候呢 就從裡面這樣子拿出來就好 從旁邊拿 對 而且它又有環保 然後就這樣放在旁邊 就這樣做 我給你一個機會報仇 現在我們換洞便 來 來... 來... 妳來... 來 看過來... 好不好 好不好 家裡的這個 大家覺得一般的這個家庭主婦 對 最麻煩就是整理家裡 家裡有這種開關 有沒有 有沒有 人家有開關嗎 人家不可能開關 不可能沒有開關 對不對 當然一定有開關嘛對不對 小朋友如果常常摸 如果像這種開關沒有做清潔啊 那一開了之後 然後馬上去吃東西 對不對 這黑的就算了 還有都會發黃喔 對... 你很難清對不對 而且有電 你不可能用一個抹布 吃抹布 來喔 我來清喔 開關了 但是我們現在 對 就是教你減便的方法 家裡會... 不用花錢 會有過期的這個吐司 不會 我家不會有 對 我家也不會有 我家也不會有 我通常都吃到最後一片 就給它留著過期 對 家裡有過期的這個吐司 沒有 不用切邊 就是沒有 我家沒有怎麼辦 你家沒有是不是 你就買一條來放到用 不行 放到它過期好不好 如果你有這個吐司 很好用 你就輕輕的 就在這上面刷 輕輕的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對 各位觀眾 這不是變魔術喔 剩下最後兩組 趕快打我們電視下面 這一套電話 好不好 你看 馬上把它吸附起來 好厲害喔 有沒有看到 擦過的地方是不是很乾淨 擦很多耶 對不對 而且都不用怕觸電 你看 但是這樣擦完了 等一下 我會不會擦 對不對 等一下 拿一瓶 看我一下 噴噴那麼多 對啊 這樣是不是很浪漫 然後等一下要拿那個掃把掃 重點為什麼要用吐司呢 對 因為吐司雖然它過期的乾了 可是它裡面含有水分 但是又不至於你可以會被電出 那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擦桌乾淨 這樣應該是安全 多乾淨對不對 然後最後我們就把它整理乾淨 掃一掃 一掃 一般前衛的家庭主婦 不會說清一清就這樣丟在這裡 不會 對不對 可是這樣很搞乾 可是這樣很搞乾啊 很搞乾 不會很搞乾 這個很方便 不要了布 它就沒有水分就插不起來了 沒關係... 大家現在已經火力全開了 趕回來看亞萊今天要帶來PK的是什麼 我今天帶來的是 萬用的 我相信很多家裡的人 可能男生女生都有像這樣的吊嘎 男生也有 男生內衣有吊嘎 怎麼會沒有憲哥 都不對 我以為是這種細肩帶 憲哥說他也有 沒有那麼細 但是男生也有比較粗的吊嘎 但是問題是一般我們這種衣駕 對 它吊嘎的時候是吊上去 它會往下滑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去那種房華衣 買房華衣架又很貴 一支至少都要好幾十塊嘛對不對 那這個一支十塊錢多便宜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它來DIY 完全不用動手腳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會穿絲襪 或者是褲襪 因為褲襪有彈性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不要的褲襪 因為褲襪其實很容易破 把它剪1.5公分的大小 然後呢 稍微給它拉一拉 這樣子就是一條橡皮筋 可以拿來綁頭髮耶 對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絲襪它本身有彈性 所以為什麼我不用橡皮筋 當然很多人可能會說 那你可以用橡皮筋啊 問題是橡皮筋用久了之後 它會黏 會發黏 會變成黏性 而且因為曬在外面 太陽一曬會就黏在一起了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利用絲襪 然後呢 我們就不用太... 不會太難 我相信大家有綁過那個 橡皮筋的跳繩對不對 對 好 直接這樣子兩頭 就把它當作橡皮筋 對 繞過去 拉起來 對 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 對 就這麼簡單 然後左右各一條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衣服 直接放進去 換去之後呢 就把這邊的絲襪往這邊套 利用它的彈性 然後這邊的絲襪往這邊套 所以風會大 它都不會掉 真的 是不是很厲害 你都不怕它會掉嗎 不用絲襪它會掉嗎 不用絲襪它會掉嗎 對 肉會掉 對 那妳稍微折一下不就它就掉 會 風一吹它會掉 沒有 沒有 真的會 我們是女生 這樣子凹很費力氣的 鞭鞭鞭鞭鞭 沒有人可以反駁了吧 多此一局 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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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馬上就要進入 我們最關鍵的時刻 也就是我們要給分的時候 大家現在要把心目中的一票 投給我們覺得今天 推薦的這個生活小秘訣 最好的一位 大家都有心目中的候選人了 好 好 來 一 二 三 請舉牌 謝謝 我還有一票 謝謝 謝謝大家 分跳它有四票 諾教授 0分 湊小偉有1分 好 那我們請安琪老師幫我們做一個講評 小偉那個方法其實是還蠻便利的 對 因為像 可是那個比較適合就是像 衣架比較大的 因為面子盒其實有個高度 對 如果有些它的衣架比較扁 比較小的你會發現好像會卡不進去 對 那我自己的方法是 我會準備一個像這樣子的雜誌盒 就有動的 我是把它 像我牆壁上我會掛兩個掛狗 對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掛在牆壁上 是 那我的衣架是全部就是卡在這個上面 那安琪老師 你為什麼把票投給真鏘卡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 女性的最大的福音 對 沒錯 對 這個剛好是廢物利用 然後又是DIY 對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在使用上面就很方便 沒錯 可是我覺得有個重點要注意是 如果說你的背心是比較重的 對 像你洗完之後會有重量 對 如果你這樣子亮久的話 其實 會拉 對 所以這個是 本來吊嘎是穿在這下 對 搭場就先講 那不是就達到目的了 對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適合是 收納的時候使用 對 對 或是你背心比較輕巧的時候 你亮的時候 這個方法還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妍欣老師 也幫我們講評一下 你的分數是投給 對 抽小尾 為什麼投給小尾 因為我自己有這個困擾 因為我們家的衣 就是衣架 常常會 因為你知道衣架用久的時候 有的時候它那個鉤子 並不會真的 就是像新的時候這麼整齊 對 所以如果我是隨便 因為我們家是很整齊的排成一排 對 可是你在抽的時候 它會東倒西歪 所以它很容易 第一個 第一個的掛鉤 勾到第二個 對 就為了解決這個很煩 但是我突然發現這個方法真的很好耶 絕對不會打結 絕對不會勾到對不對 對 所以我把票投給他 OK 好 可憐的諾哥 接下來要加油 不會 沒關係啊 對 好 那我們... 因為他們回家都會被電到 好 那我們這一回合呢 我們恭喜亞蘭獲得4分 好 接下來 第二關要考驗的是什麼呢 萬事通小姐 智慧王的爭奪戰 第二回合呢 就是要來我們的健康終極大PK 那這一段呢 我們的衛冕者就是呢 剛升格為爸爸的 新考男的Nono哥 Nono哥呢 之前在我們節目啊 一路破關斬將 什麼問題都考不倒他 所以現在已經變成我們的 NO教授了 一樣來看一下他帥氣的影片 別這麼說 當然要考考我們現場來賓 我選 我們請NO哥坐來這裡 OK 我選紅茶好了 恭喜NO哥再度獲勝 對啊 是不是 我選那個鱈魚好了啦 恭喜NO哥完勝 是... 好厲害喔 是不是 不過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剛剛第一回合 亞蘭得分嘛 對不對 不過我們呢 就是三回合採積分制喔 所以這一回合 大家還是有機會的 要把握這個搶答好不好 對啊 那一集是因為我沒有上 對 然後咧 沒有 才會有你的冠軍產生 是喔 對 好 那等... 比完就知道 對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NO哥 是不是名符其實的健康王 等一下呢 我們有五道題 那每答對一題可以得一分 當然加起來最高分的 就是今天的健康王 沒錯 那到底呢 其實這一關誰表現會最突出呢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好 那我們要請我們的營養師 請出題 瘦身水果大考驗 NO教授提到鐵板啦 下列核種水果應該連皮吃 才能達到最大的減肥效果 一 葡萄 二 蘋果 三 芭樂 一 二 三 請作答 快 快 快 恭喜NO哥答錯了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